就这个烧烤蘸料 让楼下的烧烤店火了二十年 因为爱过的人不说后悔 爱是一生一世一次一次的轮回 小吃炸鸡又不能出门怎么办 等我在家坐起来吧 鸡腿中间分开 加葱姜 料酒 生抽 盐和胡椒粉 抓匀腌制二十分钟 准备炸鸡裹粉 先蘸一层粉 再蘸鸡蛋液 最后再裹一层粉 抖出鳞片 由热下锅炸 炸至均强酥脆捞出 这样做的炸鸡又香又酥脆 再也不用出去买了 婆婆说这是她六十年以来 喝过最好喝的汤 裴带菜冷水泡五分钟 一点就可以泡出很多 锅中油热倒入蒜末 炒香倒入牛肉翻炒至变色 放入裴带菜 加水煮二十分钟 出锅前加一勺生抽 少许人调味 好喝 孩子上学早餐吃什么 三汤肥牛绝对是我们家饭桌上最开胃的一道菜 先把肥牛焯水捞出洗净 油热爆香蒜末 再把番茄炒出汤汁 加入凉碗水 一勺盐 一勺生抽 水开倒入金针菇和肥牛卷 隔两分钟就可以了 好吃又开胃 喜欢赶紧收藏吧 给我一个拥抱 一个微笑 这是幸福的味道 给我一双中间的歌要 时光永不老 给我一个拥抱 一个微笑 这是幸福的味道 温暖的香热过山 浸泡了一个晚上的鸡爪 已经特别入味 都是我家老王爱吃的 先给鸡爪修个美甲 鸡爪冷水下锅 加葱 姜 料酒去腥 煮15分钟 捞出过凉水 洗净的鸡爪多加点蒜末 小米辣 三片柠檬片 倒入一袋太式风味汁 放点香菜抓拌均匀 腌制两小时就可以开吃了 超级好吃到停不下来